我現在在的位置呢 是中部國際機場附近的Costco好士多 那今天這期影片呢 不是要來帶大家逛好士多 是因為我待會就要去機場搭飛機 國內線飛往沖繩 這一系列的沖繩Vlog 是我想要獻給我的外公 因為我的外公在最近就是過世了 那因為疫情加上隔離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回台灣送他最後一程 那原本去年3月也規劃 就是要帶外公來日本賞鷹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也取消了 所以我想以一個比較我自己的方式 一個輕鬆愉快的心情呢 讓外公知道我在日本過得很好 然後把這一系列的影片獻給他 那我們就出發吧 那因為現在就是飛機上都不停了 那因為現在就是飛機上都不停了 一公餐飲服務 所以就順便來Costco 然後吃這個日本好士多熱狗 台灣也有啦 對 然後這個熱狗的話日幣是180 然後有一杯飲料 然後你在現場喝的話 飲料是可以一直去的 不過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就是內用區的位置都測掉了 所以只能在車上吃囉 那我們吃完這個熱狗就去 準備check in吧 距離上次來機場 已經超過一年的時間 大家是不是都有懷念搭飛機的感覺呢 喔對了 大家要是有機會 要購買日本國內線的機票 不妨查一下韓住宿的套裝 有時候會比單買機票來的便宜喔 這是我第一次在中部機場搭國內線 有種莫名的興奮感呢 這邊是國際線的看板 你可以看到 哇 全部都是取消欠航 我很喜歡中部國際機場有一個地方呢 就是它有一個大平台 沒錯這個大平台呢就可以直接看到整個機場 然後可以看到飛機的起降 然後現在已經是晚上六點多了 所以天色已經按下來了 哇 可以看到幾乎飛機寥寥無幾啊 然後這邊是國內線 國內線看起來就是有慢慢在恢復當中 然後之前倒閉的日本亞洲航空呢 它的航線都被那個熱逃航空接起來了 真的是太久沒有搭飛機了 剛剛在check in的時候也沒有發現 它沒有給我登機證 然後還發現只要用這個加入的會員卡呢 在保安門口那邊逼一下 你的登機證就是自動就跑出來了 那我這次是坐這個靠近安全門的位置 因為想說座位比較寬 那我們還有十分鐘 休息一下待會就可以去做登機手續囉 搬機乘客大概不到所有位置的一半 不過有時候覺得這種稠密程度 旅行感覺比較舒適 飛機上除了要戴好口罩之外 也有提供消毒紙巾供乘客使用 雖然安全門的位置比較適合我這種手長腳長的人 但缺點就是起飛跟降落時 行李都必須要放在上面的行李艙 不能放在前方位置下 那我們就準備起飛吧 這邊要發講一下這個價格的飛機呢 就是國內線都有免費的Wi-Fi可以用 而且還沒有很慢喔 你看加聯商的話還有些飛機的資訊 可以看 真的是很久沒有搭飛機耶 突然好懷念喔 對然後剛剛其實飛機裡面蠻少人的 就只有大概一排大概只有一到兩個人左右吧 所以坐起來其實還蠻寬敞舒適的 那我們現在就去搭電車進市區囉 天啊好懷念喔 這是我第二次來沖繩 當初也是從這個站進市區的 哇沖繩耶 這裡看起來超幽靜的 現在我在位置去敘雨橋站 今天要在這邊住一晚 一個人過夜的話 就找個膠囊旅館住吧 這次挑了一家評價相當不錯的新旅館 Retime Google map上有4.5顆星 交通方便設施齊全 還有潛水用具寄放的專用空間 空間內的額外消費 都是用手環感應即可 房型有分膠囊室跟包廂室 這次包廂室不含早餐 平日晚上日幣2400 給大家參考參考囉 那我這次住的呢 是包廂室的 在這邊 對 那他這層樓是蠻新專用的 OK 那我們就開箱房間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耶 這是我第一次住這種包廂室的 對 然後你看他這邊有衣架子 然後這邊有給你這個 帶回大澡堂可以用的毛巾 然後整理一容的鏡子 然後睡覺的地方就長在這裡 下面 對 其實整個的印象是非常的明亮 不像以前那種 膠囊看起來我就還行馬屋了 喔天啊 天啊 金 這裡居然有台電視 我一直以為就是 膠囊女館應該不太可能的電視 不過可能怕吵到隔壁就是 必須配戴耳機 好 整個空間就是這種感覺 晚餐只吃了肋狗 早就餓了 愛吃宵夜又怕胖 推薦這款Lawson的 炭烤柚子胡椒雞胸肉 超好吃 今天做的這家膠囊旅館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在日本住 就是膠囊旅館 但是還沒有勇氣試真的膠囊 所以這次是像Cabin 就是像包廂式的 那這家膠囊旅館我覺得地點蠻方便的 它單軌電車出來啊 步行五分鐘的距離就可以到了 而且附近也有便利商店 走路三分鐘就到了 還有它有個大澡堂 還有一個休息空間 有很多漫畫讓你看到爆 然後一樓的話也有餐廳跟交易亭 我覺得還蠻適合背包客 或者是旅人來這邊住宿的 那現在時間也蠻晚的 已經 喔 已經晚上11點了 那我就要準備去泡個澡睡覺 那今天的影片也到了尾聲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還沒有訂閱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 每週的日本精彩影片喔 喔對了 也別忘了Follow我的IG 那邊還有更多 日本生活的點點滴滴 還有旅遊的照片喔 那我是Nick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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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